以上比克替達1.6渦輪增壓 改裝鎮壓管路 目前鎮壓管路的部分已經拆除掉了 可以看到地上的三支 有兩支為橡膠 另外一支為塑膠管 最下方底部這一支為塑膠管 由於原廠的材質較為鬆軟 所以導致在渦輪增壓的同時 管路會膨脹 所以會抵消掉部分的壓力 所以我們將此車的管路部分 改為SIMOTA鋁合金進氣管路 同樣為三件組 經由拋光處理 角度與原廠的相符 以及管束矽膠管的部分 全套都作為更換 目前增壓管路的部分已經大致上都安裝完成了 包含進氣協藥法 也改為SQV 至於偏下方的矽膠管 則是使用頭鋒管 減針效果比較優異 上方的矽膠管 上方的矽膠管 也同樣為SIMOTA鋁排 此外在管路 更換完成之後 原廠的塑膠室蓋 依然可以直接的裝上 完整度非常的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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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